呦呼 大家好 我是天使幽靈 今天要來和大家一起遊玩的是一款由觀眾TripleT所推薦的遊戲 它是在Steam上面獲得了壓倒性的好評 那它是叫做VA11號A 也就是Bohala 那先...呃...先寫著語言 它是有這些語言 雖然沒有繁體中文 可是...應該英文可以理解到它一些笑點吧 可是...我還是很怕 我還是有很多那個單字都不認識 所以我還是選擇中文 儘管是兼替中文的 那這個是由Socketband Games所製作的遊戲 我應該設定都有調好吧 Glitch City 欸 對不起 呃...207...差... 這是不應存在的城市 由企業和黑幫主宰的...一切的頭...睡天堂 在這裡所有人都被植入納米機械 用於維持監控白騎士監督 我快不快 來不及 白騎士 好 欸... 形形色彈的暴行 不過是這個城市日常生活的簡易 弱勢群體的生活秉持在極速的下降 對很多人而言 這是難以承受的負擔 有些人選擇投入自己的工作家庭或是研究之中 有些人選擇逃避的方式 有些人選擇放棄 呃...也有些人認為自己的答案就存在... 酒杯的底部 喔 那個字太快了 在距離城市主幹道有幾步之窯的小路上 平民區附近的某個地方 你可以找到這家BTC認證的 由於全城過於敖口 所以我們稱為Valhalla 這是鋼筋混凝土荒漠的小小綠洲 為疲憊不堪的靈魂帶來慰藉的精神之泉 我們的故事就在這裡展開 Welcome to Valhalla 獲得一個成就 那我們這邊可以點擊開始遊戲 這一個... 他的...像剛剛所念...這什麼東西啊 喔 畜牧 畜牧可以再來一次耶 新遊戲設置 那應該還好吧 那應該還好吧 讀取...畜牧 畜牧 我直接有白騎士 那應該這個就是... 呃... 呃... 現在思緒有點亂 因為剛剛真的跑超快的 有一個Anna欸 對... 那... 呃... 我們主角就是這一位 有著雙馬尾的Bartender 調酒師 那這是在一個Cyberpunk的一個世界觀裡面 總之我們就趕緊開始吧 感謝玩Valhalla 本作在舒適愜意的環境中 可以獲得最佳遊戲體驗 不妨先準備一些零食和飲料 再暢想這款遊戲 請放鬆身心 衷心祝福予 祝願你遊玩得愉快 喔... 感覺好特別喔 那這一個... 故事裡面我們是要扮演的角色 就是剛剛講我們的Bartender 那我們就是要為我們的... 為我們的... 客人們調酒等等的行為 希望可以透過這個遊戲 我可以知道一些關於酒的知識 Anna 噓... 嘿...看這邊 喂... 這樣的方...登場方式怎樣? 如何? 拜託就打起精神 遊戲已經開始了 玩家需要對主角有個良好的第一印象 我知道你在上個週末 伺候過一群衣冠楚楚的科技犬 而且這間酒吧即將倒閉 我也承認你的惡作劇可能有點過分 對你的惡作劇有點過分 但請記住 生活的90%都取決於你如何對待 你要保持專注 看到事情光明的一面 光明的一面 喔...好緊張...好興奮 這個妹妹好可愛 我是不知道光明的一面是怎樣嗎 但你應該能找到的 無論如何 你應該去檢查一下自己剛說到的包裹 再見啦 嗯?包裹 Jill 原來是夢 嗯?門邊有什麼東西? Chapter 1 Pre...Premier 是...是這樣念嗎? Pre就是一個前字的東西吧 喔!又一個成就 Good evening 你的... 會員將於17日自動續費 確保你的帳戶借時至少有800塊的存款 這是需要一個寄筆記的遊戲嗎? 我準備好了 請務必通過Live Backup 應用...存取你的檔案 從現在開始你可以瀏覽的... Augmented Eye 好吧...喔! 好可愛喔 歡迎Jill 看來我們要扮演的角色就是... Jill 那我們每天... 不是每天...我們要存到800塊 好 好可愛喔 Boss and Me 按注意解鎖 我們滑一下手機 歡迎Jill 恩... The Augmented Eye 經濟... 喔看這應該是新聞吧 我蠻喜歡這一個的 可惡...我... 好...這什麼 先存個檔好了 雖然什麼事都還沒做 那我們這邊... 好...那我看一下我們可以搜索我們的房間嗎? 電燈 Best Boss 小冰箱 好... 那我們看來只能去酒吧上班囉 星期二 12月13日 晚上號 好... 你在啊Jill 喔...你好Jill 你什麼時候才會承認自己長得像Jill 欸不對欸 你什麼時候... 你什麼時候才會承... 音樂真的好大聲等一下 等一下 音樂真的好大聲我的媽呀 你什麼時候才會承認自己長得像Jill 他叫Gillian 當你允許別人叫你管教Jills的時候 閉嘴 你看起來心煩意亂的 Boss在哪裡 不知道 他去門買東西然後... 你聽見我剛才和你說什麼了嗎? 你說什麼了? 啊...是的 我說你看起來心煩意亂 非常煩非常亂 我...我沒事 我只是...在想事情 什麼事 嗯...是這樣的 我需要在30號交房租 這件事總是壓力很大 還有... 啊... 嗯... 還有就是我意識到自己昨天自言自語了整整一個小時 更別提兩天前那殘酷的事實 我發現這家酒吧正面臨... 正面臨... 正面臨倒閉的風險 因此不光是我的生活遭到顛覆 連我自己都快發瘋了 最重要的是給福爾的... 喔福爾是毛咪 給福爾的絕育花光了我剩下的錢 給福爾的絕育花光了我剩下的錢 而...再拖欠一次房租我就要被趕出去了 還有我的公寓裡堆滿了啤酒罐還有... Jill 啊...抱歉你剛才說什麼了嗎? 你今天真的還能工作嗎? 我...我當然能 那咱們先過一遍基礎的流程好嗎? 以防萬一 如果也能調出一杯Piano Man 我就會省略其他說明 不然就請耐心聽我講完好嗎? Piano Man我完全不會調啊! 我不會調酒! 那先調一杯Sugar Rush做起吧 在調酒指南左上角的... 呃... 導航欄中尋找配方標籤 你可以通過甜味等口味 和男性化等種類為飲料分類 按照配方需求的數量 將原料從對應的欄位中拖置住 拖置於中央的搖酒壺中 這個吧 Jill 搞定之後再點... 點擊調製按鈕 然後再次點擊結束調製 看來就有那種要搖多久的那一種 對吧 點擊...點擊上... 點擊上酒按鈕或飲料本身來為 顧客上酒 這就是整個流程了 喔... 如果調出來飲料看上去很糟的話 你還需要點擊重做按鈕 再來一遍 你隨時可以點擊重做 就算是在搖酒壺的工作過程中也不例外 隨意使用 無需擔心 Jill 我通過了BTC的正培訓練 而你沒有 那麼這些應該不成問題了 不!我沒有通過!不好意思 よし 好,這裡 就需要一杯Sugar Rush 或者一杯Piano Man 如果搞砸了 調酒原料 就點擊重做鍵再做一次 我看一下 我... Sugar Rush 跟Piano Man 也有欸 可是我們先做Sugar Rush好了 好 兩杯 Eldehyde 加Eldehyde Eldehyde 是什麼意思? 我完蛋我花學沒念好 算了 你就念英文吧 兩杯Eldehyde 然後 一個Powder Delta 和任選 Carmotrine 調製而成 甘甜 清淡 水果風味 不能更加女性化的商品 甜味女性化愜意 好 那Piano Man 是有兩 個Eldehyde 三個 Bronzen Extract 五個Powder Delta 五個 Flan... Flan... Flaner... Glide... Glide... Guy? 我會唸 Flaner... Flaner Gide Flaner Gide 和三個 Carmotrine 加冰條製而成 該飲料不代表酒吧品 鋼琴師協會和其他相關的組織意見 雙胃宣傳強烈 嗯... 我們做Sugar Rush好了 因為我喜歡甜的吶 我看看哈 兩個 這一個跟一個Powder Delta 然後這一個 認選就是數量不一定吧 那... 調製 它要搖多久啊 喔喔喔 搖得很激烈了 不再更激烈嗎 看來不會了 我好像要重做 看來不能搖太久 都破圖了 有了有了 Sugar Rush上酒 I know what I said 拿去,現在你開心了 稍微有點吧 但不是特別開心 怎麼再調一杯 啊 知道啦,知道啦 你就受累,遷就我一下 一些飲料需要經過調和而成 調製的飲料超過五秒後 就會變成調和 如果咬酒盒開始快速晃動 就映映著正在進行調和 你還需要留意調製的飲料 是否需要成話或嘉賓 注意旁邊的嘉賓和成話按鈕 選中你所需要的步驟 順便 嘉賓對應的原文是 on the rocks 哦 就是酒吧裡面那個 還有電影裡面會看到那種 很大的那一種 像是水晶或者是 怎麼講 就是那種很大塊的冰塊吧 所以才會叫 the rocks 點擊之後調酒台 會在調製完成後 我為飲料加上冰塊 這倒不是什麼 需要特別留意的事 只是有趣的事實而已 給我一杯 moonblast 我就不再打擾你了 記住我剛才說的話 好啦好啦 給Jill調一杯moonblast 調合飲品需要在點擊調之後 至少放置5秒 然後再停下咬酒壺 好我們來看一下 moonblast 欸我想 蘭櫃1是什麼意思 蘭櫃1看來就是我現在在用的這一個吧 之後應該等級上升就可以有蘭櫃2了 我們再來一次 我一定要成功 雖然不會給他喝就是了 我只是想看那個杯子長什麼樣子 看來是要咬得很激烈 咬激烈點 欸? 為什麼? 我是跟著那個做的嗎 三個 五個 五個 跟三個啊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成功 啊等一下 啊 嘉賓 剛沒有看到嘉賓 有了 好 x5 糟糕 糟糕 够了,很抱歉,耽误你的时间 我们开工吧 好啊 哦对了,趁我还没忘掉 嗯? 通过加入双倍的原料可以调出大杯的饮料 但如果配方中要求添加的原料数超过了10 那就imajer它已经是大杯的饮料了 哦 哦还有 如果配方中写着 可认选 Carmotron imajer你可以不加,也可以加到满 当然认选的Carmotron数量不会导致饮料变成大杯的 Carmotron是饮料中的酒精性成分 它不会改变味道,但添加的数量会影响到顾客 哦,所以我可以灌醉客人嘛 如果你添加了很多,顾客就很容易喝醉 所以在挑酒时请多留意 您的讲解结束了吗? 呃,是啊,该讲到就讲完了 Danna,Danna是一个怎样的人? 嗨,伙计们 哦,哦,Boss 诶 那,那是谁? 嗯,不认识 我出门购物时遇见了他 为什么要把他带过来? 嗯,是这样的 我要嘛把他丢给外界的人情冷暖摆布 要嘛把他失去知觉的身体搬到这里来 他醒来后肯定会大吵大闹,你明明知道的 那就要跟你们对付咯,我要回办公室了 你不能把那个责任推卸给我吗? 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呢,可恶 你们可是恶人主,表想你自己哟 啊 你会不会觉得是老大把他给打晕了? 不,不太可能吧 如果他真的做出了那种事肯定会吹嘘一番 或者是对我们嘲讽一番的 他也不像是会对那种小姑娘动手的人 至少不会无缘无故的这么做 没错,你说的对 我们只需要小声一点 他看起来似乎只是睡得正香 而不是不省人事 好的 那好,今晚由此开幕了 是的,我要开工了 而请你去扫,请你卫生间 呃,你说什么 当你在整个周末和周一 为天知道什么事而忙 事而 当你在整个周末和周一为天知道什么事而忙活的时候 我们接了一些有趣的顾客 狗 很多狗 你在开玩笑 这,你认识我多久了 我像是那种会开玩笑的女人吗 呃,好吧 所以,作为把我独自一人留下应付这些事的惩罚 你必须要负责清理卫生间 好好享受 那样就行了吧 好吧,就没意见 清洁工具在哪 嗯,拿去 你是从家里带过来的 对吧 正是如此 好吧 搞定那件事之后 我们不妨用新的点唱机放些音乐 这个型号需要先选取满12个栏位才能够开始播放 搞不懂这个决策有什么逻辑可言 JUKEBOX 好,那我要先放我们刚刚听的很喜欢的这个